苹果公司于近日透露将提高在印尼的投资额达到1亿美元,约合1.57遭盾,比之前1000万美元的投资额上升了10倍。 近日,苹果公司通过该项目的投资额试图让印尼政府撤销苹果手机16的销售禁令。 该项新投资项目将拥来在西州瓦省湾龙市建设工厂,并生产领件和组建。 印尼政府尚未对该建议作出回应。 工业部要求苹果公司聚焦与研发国内发行的手机。 据了解,今年10月份,印尼政府精致在国内销售苹果手机16, 理由是因为该公司尚未具有国内销售产品具备的产品含量等级证书。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!